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 我会开枪掩护你撤退 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 我会放有备用情报 你拿的情报好 第一时间交给池州 发给组织 住手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叶初杀了左唐将军 我怕他会逃跑 所以 我是想跟这个 Dok 公盘 所当就是我杀的 1937年你回到中国 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是 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 为什么 你根本不会明白 叶冲 你既然如此地爱你自己的国家 你应该让他在大东亚贡荣圈里面 繁荣发展下去 中国 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虽然现在日本看起来很强 但他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你们心里清楚 小庄哥 叶冲怎么没来啊 他没事 他还在执行任务 可是他说过 他会来送我的呀 现在没时间等他了 你立刻带我去见迟程 我有重要情报要给他 叶冲就是求缠 何英 你先出去等我 我有点重要的事 要和迟达哥聊 其实叶冲已经暴露了 是他在暴露之前 为了撇清我跟他的关系 才故意向我开枪的 迟程同志 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们来说有点突然 叶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这么计划的 因为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不是万般无奈 他绝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他对组织提出的最后的请求 就是护送何英 安全离开香港 你来上海也这么长时间了 应该认识很多人吧 你呀 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出门的时候 挡一挡你这张英俊的脸 谢谢 对 你不是死了吗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们 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难过 我有多难过 先生 您刚才说开什么房间啊 谢谢 不用了 太厉害了 您看你 是 我们还要理解 后会我 您 HEH 以何必要通过 学习 是 新年 之后 谭香根本就没有什么忌忍者 谭香的忌忍者 就是你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 反应这么慢